热身在13分大胜日本一队,这下还有谁能质疑亚运金牌的成色?在今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,中国女兰七战七胜,其中包括了两次战胜日本队,时隔八年重夺亚运会金牌,回到了亚洲之边,但这样一块来之不易的亚运会金牌却被认为成色不足,因为中国女兰战胜的日本队只是二队,日本一队为了备战西班牙女兰世界杯, 并没有出战亚运会,而是隐藏自己的实力,现在中国女兰以亚运会的原班阵容出战女兰世界杯,已经抵达了西班牙,在正在开始之前,他们又三场热身赛,分别是澳大利亚、日本和波多黎各,在首场热身赛30分惨败给澳大利亚队之后,中国女兰的姑娘们,又在9月17日凌晨,面对日本女兰的挑战, 此前,日本女兰主力中风杜嘉夫、莱梦缺震的情况下,在热身赛中仅以90比94输给争冠热门西班牙队,逐渐实力不俗,跟中国女兰的这场热身赛里,杜嘉夫莱梦依旧不出战,但他们剩余的球员皆是主力,最终中国女兰以85比72大胜对手13分, 终结了五年不胜日本一队的历史,本场比赛里,中国女兰整体的发挥都比较出色,全队12人全部登场亮相,除了临时增补进来的大前锋马学雅外,其余球员全部有得分入仗,中锋孙孟然拿下18分和6个篮板, 而后卫李孟德拿到了12分和5次助攻,封县和新少庭拿到9分,并送出3次助攻,抢下两个篮板,这样一场胜利虽然只是热身赛,但对于中国女兰的世界杯征程,有很大的信心提升作用,希望姑娘们能在接下来的世界杯征赛顺利小组出现,并锻炼年轻的球员。